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欢迎大家收看声东激西 今天和Gary聊一个 对你来说会不会很矛盾的问题 因为之前我们说过 政府怎样可以用人工智能 去改善他的施政 以至他的政治游说功夫 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很危险 首先我们已经不是去到 他侵犯你私隐那些 那些就算是用公开数据 要是由于他有人工智能的辅助 他可以针对性 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说其中一个解决方法 这些数据全部公开了 大家都可以用 传媒都可以用 这是一个方法 那些议员那天说很害怕 那我们知道了 但是我们在做多少题文 多少质讯 不懒惰就行了 但是我想跟他们说 你怎么知道中央没有真正在做 不是中央政策组 都可能是中央做 可能他们都在数据 明白 所以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前一季全球最大型的学术会议 是关于新闻学和传信学的学术会议 探讨一个很大的课题 就是究竟 就是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关系 应该怎么走下去呢 尤其是所谓的互联网 走到现在这个阶段 是否要有一些新的模式 不只是监管或者规管 是否有新的模式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坊间讨论的东西 其实有点是事情发生了 他再往后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彌補 但是科技行得比你快 所以如果你在学术界 他有时就会超前部署 超前去想 其中一样就是 有人说如果以很宏观的角度来看 互联网是在经历两个阶段 这个都向Gary请教一下 他说第一个阶段 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 檔案管理系统 是 所以互联网是想 如何方便人类做事 是单向的 什么叫做檔案管理系统 其实一个网页也是你按键 它在那里拔过影像好 文件好 放在那部面前给你看 是 是 就是用一个更快的方法 可能用什么制式 如何去做伺服器的设计 是吧 这个就是第一代 没有什么的 事情很快 一定觉得很方便 也觉得很好 大家在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 是 但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都有很多人有讨论的 包括譬如我曾经看过一个 国际的学术论坛 刚才说到 就是有一个互联网的专家 有一个是历史学家 专门研究科技和传媒历史 有一个是人权方面的专家 另外也有一个法律专家 大家一起谈 那他就说 互联网到第二代 其实那个设计理念上是不一样的 他就不只是想那个文件如何给人 是 而是 人就是那个件 人和人的关系 我怎样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网络 最主要是社交媒体 是 他可以掌控到看我的东西的人 嗯 令到他继续留在我那里 是 而又令到我作为一间科技公司 可以在你身上拿到钱 是 所以你就不是用着我 而是我用着你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 关系上的逆转 而在某程度上 如果你真的用着一个资本家 和高人阶级的理念框架 他是在剥削你的 剥削你的私隐 然后就是剥削你 控制不了自己不停地看那样东西 他只是推他想推给你的东西 而且可能令你的情绪很波动 当你的情绪很波动的时候 你又忍不住要去看 是社群生态 是 好感觉到自己 是 是 放下相机 继续看 继续看 我们继续说 去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变成这样 是 再往后走下去 有些人就说 再往后走下去 会不会直接用人工智能 更加剥削 低人类境呢 有些科学家就说 不是 那我们就去除了过去不好的地方 建立一个更加完美 重新起过的网络 甚至乎有一个科学家说 就试试想个办法 直接不用现在的网络 然后全人都觉得你说 怎样不用现在的网络 是 但是他说只要既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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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 那些人会移动过去 就会移走 我又觉得不是 有时不是说好不好用 是说用得很乏 而且又不是那么容易 你有很多固有的数码捉印 你怎么搬呢 对吧 今天就算你不要说 将整个互联网制式搬走 你只将一个电邮地址搬走 也有时间你搬 是 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些难处和问题 不过就是刚才你说 人工智能和人类中间的共存 是不是现在剝述得越来越多 说到底呢 其实这个暂时 我觉得都是人的关系 多于是科技与技术的关系 谁操纵着相关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谁可以依附在这个平台上 而得到最大的利益 其实大部分都是 港到底都是财团 是 大的科技公司 我们曾经也有谈到过 是不是应该将这个 人工智能的演算法 更加透明公开地 让保罗大众市民都知道呢 我觉得有难度的 因为多少这个都是商业机密 但是我们怎么令到新一代的朋友 在你越来越依附在这个数码世界的时候 你更加明白 其实你自己在贡献 或者在贡献一些什么数据出去 而你换来的方便 所有东西都是一种选择 当你决定了选择要用 或许你也要明白 你要承担一些风险 所以再往后的一个互联网发展 有人说的是 所以我们是社群和社群中间 回到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发展 就是我们一起吃什么 我们一起投票 大家都不记名的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在那个社会的管理 治理上 老实说这个行不通 你说这个课题 都是我在《学习论坛》里面 大部分人关心的东西 是 但是有个历史学家 再加上一个哲学家 他提了另外一个课题 我觉得很值得用我们 剩下这段时间这一节去讲 我觉得很深奥 如果真的要讲 不知道讲多少个小时 他说我们很多时候 那个互联网的问题 或者那个挑战 都会跌了去私隐的管理 是 以至是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是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觉得这个问题不止是这样 就是他说 简单来说 这个不是私隐的问题 甚至乎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而是 但是我们放了太多时间在这里 他说 有些学生说 我们又发明了这个程式 发明了这个程式 可以如何改善人类 他说 你不需要 他会和学生这样说 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个 你先发明一部吃得到 下肚的电话 现在的贫穷问题 和饥饿问题 你是否真的可以透过写程式 去解决 不停地在换手机 是 你那部手机 其实是可以不用换 你都可以召唤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些资源 去解决可能一些 即是发展中国家 贫穷国家的机遇到问题 不如你发明一部 吃得下肚的手机来说 可能你帮到更多的人 是 他用这个角度去看 而且他在用的是 那个欺压 那个资讯的情况 也可能是严重偏側去一些 西方发达国家 因为他先走 所以互联网有的资料 他的推演 他以有的东西去想 将来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 可能是西方 所谓的白人社会 作为一个基础 数据红构 是的 所以他说 其实这里是有种族歧视问题 是 有性别歧视问题 是 他说再宏观点去看 你会想想 为什么我们现在监管科技公司 不是在监管油公司的标准 因为他对人类的影响 随时比油公司更加大 是的 当我们说现在要转用电 油公司受影响的时候 科技公司受的监管是很少很少很少 当然你作为一个科技专才 你听到这些我都很有兴趣听一下 你怎么看呢 从一个比较历史发展和哲学的角度 事实上在社会发展上 刚才我们说的数据的红构 从而产生的不公平性 是绝对存在的 所谓制度的压迫 是绝对存在的 但是科技是否不能协作解决 我们说的那十七个可持续的问题呢 我又觉得不是的 例如有一些人已经用一些数据的 地理讯息的资讯去协助不同国家 去选择一些合适的土壤 用更加好的方法去种一些农作物 世界发展就是这样 因为永远都是有 全个地球有部分人富起来 接着他就会有一个优势 如何去追赶 这个就是当地的政府 政策 有没有条件逼他走上去 是 宏观世界的政策的霸权 是否可以有机会释放呢 这些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 就带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说 其实西方社会都经常 会妖魔化 就是中国内地的互联网发展 事实上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 都是自成一套的 是 它有自己的一套要用程式 它也有自己的一个限制 所谓Great Firewall 自己的防火墙 更重要是它有自己的那套语言 那这方面的讨论 如何去影响我们 未来人类科技的整体发展 以至整个人类的将来呢 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讨论 这个星期我们和大家探讨一下 新界西南的发展状况 新界西南包括葵青和荃灣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新界社团联会 荃灣地区委员会的主席 王伟杰先生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现在的发展 阿杰 你其实在地区工作很多年 也很了解区议会运作 新的政治形势下 重新的立法会或区 对于你们做地区工作 和立法会员中间的关系和交流 有没有好了更加紧密呢 因为他们不用看这么大的地区 是吧 多谢主持 其实今天我们都可以 就着地区的议题 可以谈多一点点 其实我感觉 在新的选举制度下 和新的立法会下 其实现在 如果从地区行政的层面 我们这一刻感受到 就是我们的节奏 其实算是快了 是 因为其实行政和立法会的关系 顺畅了 其实这个顺畅 其实也是延伸到地区 是 举个例子 也挺好笑的 话说我当时 还是在做区议员的年代 是 梁振英政府 是 当时就在地区 有一个project 就是叫做人人唱道通行 是 就在一些叫做有盖行人通道 是 16年 当时 荃湾的有盖行人通道 已经挺有名的 我说天桥 是 是 然后地面也有 是 就是出名的天桥之城 那这样的project 是 16年那时候第一次上去 是 区议会订了一个点 之后搞设计 等等等等 但是为什么订了这么久呢 当时其实 政府他们有时 在上一届的议会 即立法会的时候 很多考虑 官员有很多考虑 就是这件事 上到立法会 拿不拿钱 是 不如想办法 搞到那件事 不用上立法会拿钱 就行了 总之把计划 按下来到某个数额 就是 丁类工程 就是三千万 是 但是三千万 限米煮 限饭 有些东西 硬是做不到出来 是 最后 到上一届立法会的最后 延长了一年 是 是的 其实当时亦都 声报过提出 这些地区工程的上限 可以提高 可以提高 去到五千万 是的 於是 就变变变变变变了吧 然后今年便开工 所以其实 有些事情 以前可能在 旧制议会 政府不敢思考的事情 现在其实是 因为行政立法关系 上相产了 在地区工程层面 都可以体现得到 有些事情可以更快 我相信這種效率或速度 也希望可以在地區發展 在工程上可以體現得到 這些人人倡路通行的計劃 過往是有多少條通道 在荃灣區議會在談的 當時是每區有一條 2016年的時候就是每區建一條 我們2016年的時候 荃灣區議會就給了一個意見 政府就是定了那條 就是由荃灣西閘 沿著海安路建到麗城花園 大概是800米而已 但其實我想說 為甚麼我用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想想 建一條800米的有蓋閒通道 又不用建房子 又不是那麼複雜 梁振英政府 現在說的是李家超政府 抓了一屆政府 現在還未打一口釘 是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你看到過去有很多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處於這種速度 800米 用了六年的時間 是 談的時間比那條路的狀態還長 是 起床可能很快 起床可能年紀就起床了 但是過去可能特別有很多 如果你也做過區議會 你知道 在地區諮詢 是 又在立法會之間 陸來往往之間 可以花很多時間 是 是 也都 我們有些感悟 就是說 其實地區諮詢 永遠不會做到 無懈可擊 一件事可以做到完美 是 我覺得始終還是有個時限性 就是說 我們計劃了做某件事 到了某個時間 我 怎樣也好 都要有個決定 做不做 那 拖下去的話 你每次的事情 全部都是十幾年的工程 我覺得 你沒有了那個效率 沒有了那個時效性 有些事情 本身計劃那件事 那時候是有用的 去到做好出來 都不知道有沒有用 對不對 你剛才說了一個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過往的諮詢 過去諮詢 當然 第一要考慮立法會 過不過 第二就是區議會 環境相對比較複雜 但是現在 很多時候 在這個相對比較 真空期 區議會可能仍然是 有部分的運作 但是有很多議員 就的議席就緣空了 是 而也都不知道 接下來要怎麼安排 對 但是就填補了一些 就是分區委員會的職能 就是相對希望 多一些的次分者參與 帶動多一些 現在你一個區裏面 看到 無論說的 滅序委員會 防火委員會 這些傳統比較大的委員會 以至到這些分區委員會 有沒有角色去彌補到 你剛才說的那些 可以協調到一些東西 去得快些 走得好些 諮詢工作幫多些 絕對會有 因為其實 現在 全灣區議會 我們都算是多人那個 我們就還有八個 但是 也都在做一些所謂地區諮詢 或者是 溝通的功能上面 其實是打折扣的 其實特別在這個時間 我想分區委員會的角色就重要了 因為 本身 全灣就有四個分區委員會 東南西北 其實本身 構成都是一些熱心參與的地區人士 異務的 可能會有 當中有區內的一些法團的成員 有區內的一些地區人士 甚至是教育界 社會界等等 其實本身 每個分區委員會的組成 其實在那個當區裡面 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還有一定的號召力 其實有些甚麼 你問回當區分區會的朋友 其實 多一點一定是給到一些好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 而當自消比獎 就是區議會的功能 相對是已經失衡 那今屆的政府 我們都見得到 其實是有一個比較重視 分區會的聲音和意見 甚至去到近期做防疫的工作 其實政府都會很主動去 分區會的成員的參與 希望可以做得到全民抗疫那種效果 你看民政處 過往在地區 很多民生的服務 都是由他們可能帶領 跟其他部門的溝通 不過其實其他部門不遞屬於它 沒錯 在地區行政這個架構上面 未來也會有一番的討論 會想一下 如何可以再做得好些 新的政治環境下 大家如何去配合得多些 你有甚麼提法 其實你說得對 無論就算以前在區議會 我們所謂的諮詢架構 諮詢架構是甚麼呢 就是可以聽 可以不聽 去到當時現在的分區會 其實某程度上的情況也有一點點一樣 就是說政府可能選擇 拿些甚麼議題去分區會去研究 又或者在一些甚麼問題上 加入分區會 因為其實分區會其實 在過去 就是叫做區議會 叫做較為運作了一個模式 十幾年代的時間 其實分區會的角色 我覺得是弱了的 因為至少那些官員 是否去分區會去得那麼勤力呢 是否那些部門去得那麼齊 其實也不是 去到今天也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 即是接下來地區行政的變革 我覺得其實地區民政專員的角色 其實很重要 因為民政署本身 他在這麼多的部門之間 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統籌的角色 但是在部門之間 也都未必互相重縮 那如何可以令到地區專員 他真的叫做 有辦法可以動得到 使得動 不同的部門 大家一起去 和深合力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 這個是未來地區行政 需要探討的地方 他是中場 但他又不是隊長 可能他經常傳播 但他又未必可以安排到 大家的陣勢怎麼打 這個其實都談了很久了 我相信在世界政府之下 必定會討論地區行政 整個操作 而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其實荃灣區的發展 都是比較比其他區做 因為無論是基建 地鐵 原線都相對配套得多 這幾年又多了一些 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很多新的屋苑 建造 但是屋苑相對 可能單位相對會小些 因為可能照顧的 都是年輕夫婦多些 在區內有沒有大的變化 其實如果你來荃灣 荃灣就知道很多東西很出名 天空之城 是 大家其實下雨來哪裡玩 最好的來荃灣 你可以不用凸雨 基本上已經可以有很多的消費選擇 其實荃灣的 剛剛我們去年 就是荃灣慶祝60周年建市的幾年 我們會覺得 其實發展了一個市政60年 到現在其實都是一個 希望有一些更新 有一些再新的發展 因為你會看到荃灣區 剛剛你說的 新興建的一些樓宇 其實集中都是在沿海 其實都是荃灣西站的 常蓋物業 其實你看到裡面 住的朋友 都是比較中產 會是比較有條件的 一些年輕人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荃灣市區 其實也都還在面對很多 就是舊區的問題 包括三毛大廈、舊樓 其實估算我們荃灣有 接近一萬戶 其實就是在市中心的一些舊樓 就去需要 其實可以考慮長遠 是否重建等等 其實60年的一個城市 一定有很多的改革 整個區的重建 也有很多事情 我們要留意 下一次我們再請 韋傑先生上來 和我們介紹一下 究竟這個舊區重建 如何做 好的 謝謝 謝謝